台湾社會隨機殺人事件人心惶惶 衛福部延泥修正精神衛生法 除了精神病患強制就醫門檻鬆綁之外 更將擴大範圍將毒癮酒癮以及意圖自殺者 計畫納入強制就醫對象 不過台全會譴責政府做法式進化社會 精湛人權恐遭損害 隨機殺案發生之後 一直有人呼籲說 這個中央應該要修法 放寬精神衛生法裡面 關於常治住院的這個要件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放寬 但是我們看到光是依照現在的這個條文 我們的行政機關就已經一再的嘗試 用這種強制住院的這種規範 現有的規範來嘗試做一個進化 衛福部有意延泥修正精神衛生法 其中就把酒癮患者將計畫納入強制就醫對象 曾經是酒癮患者認為 政府從中協助固然是好 但配套措施必須晚備 歷經常年戒酒的民眾表示 如果政府沒有完善措施 就算戒酒清醒了 也很有可能隨時重蹈覆測 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把自己合成 變成一個酒癮啦 當然你會覺得變成一種習慣 你就就是一個惡化的一個開始 再來採討其他的一些問題 包括生理上經理上的很多的程度上 都是要加以採討 民眾表示酒癮習慣形成是多方因素造成 更強調社會潛在危險因子 是社會環境守治 政府協助酒癮患者脫離酒精之外 各層面都該加以探討 才是解決問題根本 而政府將毒癮酒癮以及意圖自殺者 計畫納入強制就醫對象 提到必須有完整配套 而且要細膩處理 不然會造成社會恐慌 這則Mars 56台北市採訪報導